下个月中的选举委员会 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提名期开始 有参选人交表 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 是落实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第一场选举 将会选出1500名委员 提名期下个星期四结束 多个界别参选人陆续到政府总部递交表格 能否成为候选人需要经新成立的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 是否符合基本法、港区国安法等等的相关法律规定 获确认之后才可以参加9月19日的选举 选委会组成和以往不同 界别有四个增加到五个 每个各300人 第一界别以工商金融为主 全数以团体票选出 第二界别是上届民主派占较多比例的界别 经合并或者调动之后 只是有149席需要经选举用团体票选出 其余是当然或者是经提名产生 第三界别新增了基层团体和同乡社团 其中240席是由团体票选出 第四个界别包括内地港人团体代表 港九新界分区委员会 地区破灭罪行委员会 和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代表等等 其中183席以个人票选出 至于第五界别 190席港区全国人大和政协都是当年委员 新增的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代表 就有个人票选出 新一届选委会委员将会在年底 负责选出部分的立法会议员 和明年选出新一届特首 无线电视机者郭孟恩报道